复合大师里段写种复合者联盟 把第一大生意完成得相当完美 一举成名粉丝数量成长的网上党啊 成为了人人关注的焦点 一段也因此成名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追随者和反对者 还是那句话 名人不好当 第一个追随者就是常委粉丝会会长周末 复合大师把某位的感情问题解决了 人家退屋于乱转了 粉丝会为党失业了啊 那以复合大师的一个小姑娘解决就业难题吧 现在工作这么不好找 周末要求也不高 就想加入复合者联盟 这里段呢还添付咱是这样啊 不过你想想 人家能当当粉丝会会长 咱是一般人吗 啥头都没有啊 为了将个工作 人家都上阵不辞兵了 该配合他演出的你还眼视而不见 让人家也照样能想出一百种办法来当当目的 最后你不是还得乖乖地让人家入职吗 还帮人家挡酒 一口气吹一瓶 尊敬把小鸡鸡电子剧 掩藏了东北二人转 浮夸 浮夸 周末不仅人美可爱大榜还积极 刚上班就接了个大火 陈鹤要是一变成为痴情男生 让复合大师帮忙挽回前女友 那些从第一集就在弹幕上 呼唤陈鹤的伙伴们 你们开心不开心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虽然邓超市下线了 这陈鹤来了不就替补上了吗 别再吵着邓超儿啊 咱家就是个客观 看看美女多好 周末还有个姐姐叫朱一 巧不巧 朱一是李端的前女友 巧不巧 朱一接管了三首大师 巧不巧 前女友摇身一变成为了行业里的死对头 巧不巧 周一还是事情男林流洋前女友的闺女 我老太XX了 李端也是命苦 妹妹折磨完了 姐姐来折磨 一个连自己感情都处理不明白的人 还想当复合大师 前女友表示不同意 必须黑死你 前女友这个物种 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存在了 特别是恨你的那种 这下成为了竞争对手 就更有戏看了 请开始你们的PK吧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看你们的精彩退学了 最刺激的还不是这些 是一大早 姐姐看到妹妹跟自己前男友的家里 尺度就得这么大 小婷已经迫不及待地 等着看他们三个人的爱恨纠葛了 小姨姿和前姐夫究竟会发生什么 姐姐和妹妹会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反目成头 想起来就好期待呀